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亿万大行家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世民 为你做现场 现在是1点到1点半 那么今天这个盘 在美国股市仗跌不易的情况之下 开了一个片线的三点低盘 它这个盘打不下去 它在守16700点 然后上去以后再打下来 这叫洗盘 以盘代跌 那今天本来像这种盘 像今天这种盘应该是跌势 那么由于股王趁势而起 把整个盘都救活了 3661 就是因为这一支 整个行情本来下去 到10点以后 11点以后开始做拉抬 我们对照一下 是不是 11点以后开始拉抬 所以今天是靠这一支 这个叫做以盘代跌 因为你连续的涨了六天 16825 16920 这里都是空头一定会打 你这里还要靠仰空右空 先蹲仰空右空才能够上去 类似这种盘式 才有办法攻万七 不然的话你现在马上要攻 筹码还不够安定 所以像我们这个今天开3.d的弱势盘 由AI跟生技股领攻 这个是攻不上去的 那么16750以上反压很大 多空残斗 不追涨拉回再买 你不要去追 不要看红就追 每次都是看红就追 我上个礼拜就 这个7号前天我就跟你讲 这个要改变这个趋势一定会下来再上去 因为这个空旺阵地 你这条下降趋势线 对不对 这么大 这个压力很大了 不是你这样就可以一路的上去 空旺不是很高的 空旺也是在这边等你 对不对 那你每次假如说多次抢高的话 就会变成这样子 对不对 空旺在这边等你 我来回就打 这叫熊 因为你要熊式改成牛式 一定要经过一关的打 修台了 那最主要今天有一个 这个有一个另外一个缺点就是说 贵买本来都是最强的 贵买也涨不动 我们来看一下指数 贵买也遇到这个问题 对不对 整个行情就在这边 那这里盘个两三天 守住五日线这个OK了 即便跌破五线也没有 没有什么重大关系 第二个五六线像大盘的话 就要守住这个所谓的半年线 所以这个反而是回跌 再上去比较有力 先蹲再跳 涨多的股票不要乱追 你涨多的股票真的不要乱追 那今天整个来讲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如股王带动的是什么 高价电子股 233 力旺 我们来看一下 一定是四星KY 这个经历力旺这些高价股的 高价股比较会涨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盘才有办法救起来 那个股的方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部分都是跌 今天升级也补跌嘛 那你开始不要去追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 这个升级一般都是 大盘要大跌才会涨 它现在还没有条件 就大跌了 外资这几天一直买 不可能这样就大跌了 这个还是 中线还是空 但是短线已经短多形成 由短多要扭转为中多 就是要等季线还扬 但是还不是大多头 大多头是五线还扬 叫做大多头 所有的金线全部还扬 那个叫做大多头 这个都还早了 对不对 还早了 对不对 你看我们以前 有一段这里长得比较多的时候 这个就可以算是大多头 这一段而已 这一段而已 那这一段 这个也可以三尊头 不是三尊头 在7月31号AI挂掉 做休整 休整三个多页 三个多页你到这边 你要马上攻上去 立有未待 还没有办法 还是没有办法 所以说这里休息是要走更长延的路 没有看坏的理由 那么莲花科一样 它是长线多头 长线多头很简单 只要不破五日线 你就细报 710块到现在 8月29 2454 不破五日线细报 它五日线现在目前在891块 这个不破都细报 那前几天有3034 这个破了3034 它破了五日线 对不对 破五日线上来 五日线先跑一趟 就先跑 你就这个我跟你讲过破五日线 强势股破五日线 它破五日线先跑 拉到五日线先跑 回来要买再买 但是这一支等下 要拉上去就比较难了 再来是6488 一样的方法 你看那破五日线 还会到五日线 那就要再观察一下 因为它底已经组好了 这个就要观察一下 这个就是操作的方法 你要知道你做强势股 你强势股的话 一定是要采取这种策略 你才不会被嘎到 才不会被嘎到 那你看那股王 我也告诉你说股王 它一路的左多 2850以后就开始左多了 这个我也告诉过你 这个已经左多了 左多了你就不要空 你这个不能乱空 这个因为外资报很多 这一支股票外资报的真的很多 沿路的上来 今天再创新高 然后突破以后 突破新高以后 沿路的这个再左大多头 再左大多头就是这一支 这一支就是带领整个盘手 就是向上的今天的最大的贡献者 你看四星KY 还是仔细地上涨 从10月27号到现在 2850开始较多 那我们来看一下四星KY 来我把它这个打开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至全股里面就有四星KY 好 来 它直细做多 直细做多 看看有没有看到 它的大压会在3225 在这边 3225 有没有看到 3225 大压会在3225开始 以上进入大压 这里就开始比较顿定 那除非它量价背离 或者才会 才要注意 那么创意 创意就因为它是盘整嘛 它盘底它就要补涨 这个3443 它就补涨了 开始有没有 我说大盘已经到这边 它才到这边 那补上来了嘛 因为它这里有两个跳空缺口 上一次没有补完 这一次要来补这个跳空缺口 这支股票明年相当看 相当好 相当看好 我们从1450开始买多到现在 也没有跑 1450买多到现在没有跑 那个股票这个 这个都是高价股 它拿的 当然资金比较多的人是可以买这个 这个 你不要认为说高价股 高价股它有高价股的 它底部会越见越高 你看 对不对 越见越高 那这一支股票 今天出现一个变化 来 我拿给你看文页3036 来 今天出现一个什么变化呢 来 这里出现一个大型号 有没有看到 大型号 看到大型号 来 回来看这里价位是148 148 所以这短多的部分 短多的部分要先出涨 基本筹码还在 那就文3036 来 今天出现一个这个线 它打到五日线没有破 因为滑人还没有跑 但是因为是我们自己操盘 昨天已经出现这个十字变盘线 今天开平往下打 148 这里148 来 有没有看到 148看到了吧 那你这里要先跑一趟 先跑一趟 就是先出二分之一 先出一半 把这个加码的部分要先出一下 加码的部分先出一下 你就照这个操作 你记不记得上一次系统我跟你讲什么 要跑 有没有 这样 它这个先出一半 先减码一半 这个早上一开盘就要减码一半 因为这个出现了 这点出现了 这个 然后这个价位也出现了 酸一半 其他的细胞 基本子股细胞 像上一次2636 2363 像这种股票 它已经出现了 反转信号 你就不要再买了 这个已经 它业绩也不怎么样 它这一次上来以后 在51块以上 它就出现了一个 我拿给 我拿AI镜头脑给你们看一下好了 看它现在反而走空了 它走空了 它现在是变成走空 被放空的 这个是在50块放空的 有没有看到 所以我这个也能做多 也能做放空的了 做多从这边 到这个大的这个 这个信号就是55块附近 你就不要再追了 你看有没有 这个大信号 有没有 然后再来就是反手做空 这个多空双向操作 你有这种东西 可以做空 可以做多 你们喜欢做空的 现在因为每个股票的位阶 位阶是多不同 位阶每一个股票时空位阶不同 涨多的它就会如空 如多欢空 跌多的底部做好 它说如空欢多 那AI在这边也就是有这个特色 开始稳下来 昨天拉台 今天要细拉 力量还不够 像2382 它公道我昨天的说的 你记住我昨天说什么 220 它就219.5 220过不了 然后3231 来 100块 有没有 昨天我说101块 它也过不了 今天拉的是2376 这个叫做轮流拉 为什么 人家都涨了 它也当然要涨一下 那这个也无三小路用了 长线来看都是 拉起来 往上剪 像我有一个朋友 我有一个投资朋友 他在加入我会员 他买的差不多260 270 250 一路的套下来 然后来加入我会员 我跟他讲 我方法很简单 你220以上 你就每次跟我 他有好几十张 你每次就跟我挂 3张到5张在那边卖 然后在5块钱的时候再卖 230再卖 235再卖 240再卖 250 一路的卖下去 那你就把钱抽出来 我来带你做 我来带你做 你这一边可以解套 那一边可以买股票 用这种模式 你不要一次 你来陪个老师 你老师 他上个礼拜来 上个礼拜来 11月3号嘛 对不对 办好手续来 你有AI 你如果杜瑞老师 全部杀掉 那你就杀2382 你刚好杀在这边 还不到202块 对不对 你不能这样做 做老师就是要 要退 导租这些社会 就尽量跟没最关系 但是什么有最关系 你们拿了一些什么 压力在哪边 支撑在哪边 是每天要有流动式的变化 他不是说 永远是这样变化 不是这样子 你把钱 像我他卖的 卖一张来换一张 买秦店 对不对 121 122 就把它买下去 612 612 这样把它买下去 你看 他一张来换一张 121.5 你看看 他在这121.5 来 这张买 卖一张来换一张 卖一张来换一张 对不对 在这里 121.5 今天到最高的 最高141 够20块 是不是够20块 对不对 慢慢换 加20块 再创新高 有没有看到 我们121买的 121买的 贷创新高 所以这个 买股票是这样 我买了以后 当天 拉到账田板 买了以后 当天拉到账田板 子股细胞 有没有看到 我这一次就是做这一支 跟着大盘同步上升 贪20块 后来 这个AI金头脑较劲了 121 121 2.5较劲的 到现在 它假如长线是这样 我是因为这个中间 我去做别只股票 秦光一样 138.5买了 2385 很快 今天最高到149 我没有卖 我这个做长的 我不会卖 这个就是做长的 刚才买了而已 今天如果说 要做一个 像一个 你会去前面 三八块购买 今天三九块购买 卖11块购买 但是我没有这样做 因为它的业绩相当好 我们首选的股票 就是本益比偏低的股票 所以我不怕 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我们做股票 稳扎稳打 一包一块购买 你记得我在想定赢 3715 你的结尾 37块一毛买的 就3715 37块一毛买的 那时候是8月 我记得是8月16号开始买 到93块 我有跟你讲什么 不能再买了 它开始要走空了 你要小心 来我拿给你看 3715 37 看看 你看 它的满足连到这个红色出现 有没有 买进 上去 红色出现进入警戒区 开始头部先卖 再空 现在有翻多了 现在才有翻多 这是短线 长线不是这样做 长线不是这样做 就像这样子 我们就是一步一脚印做的 莲花科 这个莫等 这个可长可久 金岩店我79到89 我卖掉的 我上个10月份 我这一次就赚10块钱 赚10块钱 一次赚10块钱 对不对 然后威刚慢慢做 智邦我做短线 一串100块 齐鸿做短线 创意还在 创意3443 来 3443 继续创新高 有没有看到 四星KY 2580开始 长3045 今天又加下去 文悦我昨天 我这里写154 不对的 今天148才对 那么秦店继续 华泰这个 我有跟你讲什么 这个股性比较差 我是买来等它涨的 但是它今天转为弱势 你不要去追 也不要去买 我公司才会 我还有啊 我不会说我有就叫你 快点把它炒下去 2329 昨天一定很多人去追啦 帐停板呢 你老师的帐停板 大家也有啊 我有跟你说什么 又一堆人了 我不搞这一套了 我不搞这一套 我有买我就有买 我买在低档 我不怕 对不对 上去真不行我退掉 重新再来 它有较劲 对不对 真的不行我重新再来 昨天因为帐停板开开关关嘛 这样子来看 我拿给你的这些看的这个 你看看 都是我最近操作的 我不会拿说一个股票 拿说十月分以前 我那我们头都抹到买了 我赚200 300 我赚1000耶 赚130 150 你10个分你都没费吗 那你在骗费吗 你股票你 你给你软费的一样 也是会叫出会叫钱 对不对 核心支柜也要来回操作 这不知道是好的软费 你有法度问 去年破到今年 探300% 拜托 包包回去放了 不用骗了 大家做股票做这么久 股票是产死基材的 当人气楼空的时候 他就走空了 人气楼空走空的时候 他就跌得比青年总 大绿光 6000块 他还算不错 他到82130 上次我是在这边卖 你看上 我说2000块买就可以赚了 拍坦他走空 以前他曾经走空 现在还好 现在在打底 从6000块跌到2000多块 对不对 宏达电1300 跌到剩下30块 股票市场是这么多 这么无情 所以你要跟一个有经验 有实战经验 有潜力 买潜力股的老师来操作 你才会永保安康 买股要买墙 要买领头羊 领先上涨领先创新高 我刚才拿给你的那个绩效表 都是你们最近看到的 我拿给你看嘛 你说那比以前的 AI 7月31号卖光光了 8月抢款坛了 对不对 加速打 也是底部慢慢买啊 盘这么久啊 2352 对不对 也是慢慢买啊 对不对 也是慢慢买 它慢慢走上来啊 这个做股票就是我们 我做的节目是实实在在的 不会吹牛啦 每天拿涨领盘给你看 你老师我今天也有涨领盘 我今天涨领盘一堆啦 请再抓一支啊 有啦 经历科啦 泰伍的这都是嘛 协议机啊 再来 立台 立台这边是涨领盘的 对不对 还一堆啦 所以怎么讲 您抱得住吗 在洗盘你抱得住 这才是重点 我们做股票 就股票是对的一包一股 想要赚钱的办法手续 跟我来大优惠 这个有大优惠 你不要错过这个大优惠的 这个机会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尔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尔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跟一个有经验的老师 实战经验的 最会找到有潜力的股票 这一次的勤战 勤电 勤力 勤电 对不对 就这样上去了 2385 对不对 勤光 都是这样上去 不怕大盘的大跌 欢迎你加入我们Lite8 小老鼠YES168 跟紧我们的脚步 我们AI经浪脑真的是很准 我拿一个今天所显示出来的 给你看一下 今天它昨天叫 7号叫立望 立望7号叫的 今天又大 快要成天版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地表最强的 获利系统 快 很准 股票长线钓大鱼 短线获利王 亲爱的投资朋友 年中税末 欢乐大欢送 第四季感恩回归 我很少有感恩回归的这种 民中才有一次 一年才像保育公司周年庆一样 好 真劳烈 昨天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跟爱护 办手续 办好我一定带你赚钱 那赚钱是慢慢来 你不能 我今天去明天再买的账点板 你跟我要准定 长期稳定的获利比较要紧 长期稳定获利 不会套到股票 走空的时候懂得跑 走多一直上去 加码都OK 就是感恩第四季感恩回归 年中税末欢乐大欢送 我们祝大家 今天操作顺利 明天赚更多 谢谢各位再见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